所以剛才我一聽你第一個訊息的時候 我發覺很準確 因為很多東西都很純合 因為我還未講過背景給你聽 是啊 所以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有沒有給你那個文件 我經常跟別人說不要跟我說這麼多資料 第一個是不要先日為主 令到影響了我的判斷 第二個就是這樣才能夠體驗到靈驗 攜維二九號外版 2022年西曆4月5月的塔尖聯男星座運勢 終於來到11.8 了 是11.7 裡面的第8輯 好 又在這裏提到各位 不論你是聖神魔也不管你是何聲座 全世界的人類不論男女老友都要聽到 Part 1 先 因為Part 1 適用於全世界 就算你在香港什麼人都好 但現在這個Part 8 只適用於五女人 好 究竟是哪層女人呢 第一類 如果閣下的上升星座 是在射手又叫人馬座的 10 度至 29 度之間 第二類,如果閣下的上升星座,是在摩蕊又叫山陽座 第三類,如果閣下的太陽星座,即是我們根據 birth date 叫那個星座 即是我們一般人經常說的那個星座,是在摩蕊又叫山陽座 第四類,如果你的高人命盤 birth chart 裡面 有大量的星圍繞在摩蕊又叫山陽座的 10 度或者附近 第五類,如果你找過我做 personalized 的算命 service 而我跟你說過,你記得要看摩蕊又叫山陽座 即是除了你的理論上太陽和上升,要看摩蕊座 好啦,這五類朋友,我儘管叫你們摩蕊朋友 以後不說山陽,叫你們做摩蕊朋友 這個錄音就是適合你們 接下來,現在未來的 好吧,那麼至於怎樣找 algunos上升星座 怎麼樣叫上升星座 如何找到你的周圍圖 或 naive 可能你的體驗也沒笑分 你會看上一圍生座 的話,您可以我們一條比較久的影片 我曾經放過 guide 連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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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ball 按下去看看 好 事不宜遲 這個西曆 4月5月 有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你們有一些 快來快去的 錢財運 所以機會少中即勢 如果別人 有些好處給你 我就算不說一塊實質的錢 但在你的生命裡 有任何的好處 麻煩你快點拿緊 我給一個個人親身經歷分享 曾經在我家附近 開了一個新的超市 他一開的時候 就說可以去申請一些會員卡 我就懶 我只是在包吐 我不申請了 但我都在那裡買過幾次 但我覺得 我不想搞那麼多 合格 搞那麼多卡 在我的錢包裏 我真的不想有那麼多負累 但誰知道 不斷之後 我就經常在那裡 繼續買東西 其實買一買一買 買了很多錢 其實都可以儲很多分 都可以有很多優惠 那我就後悔了 但是呢 在他 開業完 那個月 如果要之後再去申請會員卡 他那個門檻就高很多 那時候我又很難一次過消費 不知要花多少錢 去找到他的門檻 那真是慎笨 所以 這個過來人經驗 我希望可以給你們 有少少啟迪 OK 又或者我當 如果你工作有offer 就不要在那裡扭扭令令 因為別人一個 拜拜 那就不給你這個機會了 OK 還有 在你們自己處理錢財的方便 要精明少少 要快狠準地下判決 因為如果你有太多顧慮的話 那都會容易有一些 就算不是投資失利 但是你會錯過一些黃金的時機 去make profit OK 好 接著還有 有了 其實早於April的頭開始 哇 你們的那個 家庭物業運 都幾好的 是有一些增益 有一些增長的 那所以呢 最簡單就是說 你們會找到樓 買到樓 還有 就算我當你本身 已經是有物業的人士 但是 你 你 你來近的家庭呢 是可以增多 就是增加一些家屬 就是因為有一個增長的跡象 特別特別是一些 就是家屬或者一些家居 或者一些設施 特別這些設施呢 是跟熱力有關的 OK 那 例如你去 你去整理你的廚房 你去擴建你的廚房 打通廚房變大一些 OK 因為廚房是開火的地方 是吧 或者你買一些紅色的家具 紅色 橙色 鮮色 就是這個暖色系的一些東西 去游回你的房間 是橙色這樣 或者你去買一個新的火爐 去換那個爐頭 或者 就算我當你買一個新的熱水煲 是吧 總之微波爐 總之這些跟熱力有關的器皿 甚至 我當你很有錢的 你想在你那個 洗澡房 裝一個Jacuzzi OK 那就暖水浴 是吧 是吧 通通這些跟熱的東西 有關的 那接下來都很大的 這個 會去做 而且是會做得挺好的 OK 甚至我當 咦 因為在我製這條片的時候 聽說政府又說 那些限聚令是放寬 跟著又可以 在私人地方有多過 不知道多少人的聚會 甚至我當 如果你想請那些 什麼私家上門廚師 那這些東西 在整個April裏面做 都會非常之有利的 而且是會帶到一些 很開心的結果給你們 OK 好 但是我想提一提 如果你真的要去構置一些 即是新的產品 特別是 例如電 特別是電器那些東西 喂 麻煩麻煩 趁 May 10號 西力的5月10號之前做 因為 由 西力5月10號開始 就是 我們 聞風喪膽的 水醒 液痕 好 跟著又說回April的中段 西力4月中段 就是 你們的錢 工作 都會有很多的變化 因為有很多不同 混亂的星象 是去 搞串你的 即是我們叫做 錢財 和事業工 OK 首先我想說 其實 早於3月開始 3月頭 OK 我相信你們的 洗費都會很大的 那就是因為 火星一直在水平座 但是 恭喜 其實 去到 13、14日 到 13、14日 到 火星 就會離開 水平座 那就是你們的錢財工 就會令到你們的錢財 沒有那麼多 突發性的 花費 會有一個稍息 但是 同時 在 12、13日 就 木、海、俠 我最近都不斷出很多的貨幣 很多的影片 在說 木、海、俠 與雙魚座 而 對於 摩蠍朋友 來講 即是 這五類的摩蠍 即是 這條片 五類摩蠍朋友 來講 我就想說 你們的花費 可能會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會想去學習 所以這裏是一個取捨 你肯不肯去捨棄一些金錢 然後去取得一些新的知識 但是 就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是學我以下講的這些範疇 其實那個成效會是蠻好的 即是說 其實都蠻值得你們去花錢 好了 學藝術 學寫作 學繪畫 插圖 或者一些media 那些東西 Photoshop 又或者 學演講 學去搞動督笑 talk show 或者學那些motivator 即現在那些 是不是叫motivator 即是 搞那些motivation 課課成那些 即是 那些 brian chair brian charles 不知怎説 那些 或者那些什麼人生教練 激勵人生的朋友 如果你們 在這個 April 中 去花錢學這些東西 有多值得 你們去重新破費 所以 April 中的星象很混亂 不單止 不單止 剛剛講過兩個星象 即是 火星移去雙魚座 剛好在雙魚座 又是木凱俠 然後 在 April 的 15 16號 剛好就是 農曆的 15 滿月 這個滿月 發生在天平座 對於你們的 事業 來講 都會是 一個很大的 即是會投入一個 震撼彈 這裏我會看上去 是很負面的 OK 例如你們 即是一個其中很大的可能性 是 摩訣朋友 你們需要去 斬了自己的事業 以達到止蝕的目的 因為可能你們一向的生意都不斷在虧錢 尤其是 如果你們是有一些 壓力 是從你們的家庭 特別是你們的長輩 父母來 在這個 April 中 都會有一些 比較 你們一直不是很想面對的消息 但是 終於要 引爆了 OK 但是 最後又給你們一些好消息 去到April 尾的時候 我想問 為何我真的要 有時特意去講英文 April 和May 這樣 詳情你們看回Part 1 我是有解釋的 OK 我不是特意在這裡 要懶得去講英文 OK 好 去到April 尾的時候 即是 西曆4月30號 OK 就會發生 一個金牛座的新月日食 對於摩蝦朋友來講 其實是幾開心的 因為你們 是有機會找到真愛 而這個真愛 是來得很奇怪的 你完全沒有預計過 會遇上這個人 OK 但是整件事是很明明中注定的 所以我勸你們 多些出外困困 不要經常屈在家裡 在家裡 你就會遇上一些 突如其來的機會 去認識別人 除非你說 那我經常都在開App 但是 開App這件事 其實是你期望的 是吧 但是 就是 期望就是期望 期望 期望它會發生 期望 期望有人會來找你 或者你去敲人 但是我當 如果你出街 然後我當 無端端很老套 無端端下雨 然後你又跑去 閻篷底下 然後他又跑來 然後剛好你們撞到 這樣就 嘗嘗嘗嘗嘗 或者我當 你們在不知哪裏吃飯 然後他就倒死 一碗湯 然後他就給你一些紙巾 然後就說 要留電話 將來賠回洗衣費給你 這些老套的韓劇劇情 或者不知什麼TVB劇劇情 但是 偏偏就是可能 會在這個April尾發生 向你身上 那你說 是不是很值得FF呢 OK 而且說真的 摩蠍朋友 我今年年頭 已經講過很多很多次 你們今年是超級桃花年來的 在2022預言一連五輯 但是我忘記了 是Part 1 2 3 4 5 哪一部分 但是我直接給了很多很漂亮的日子 你們的 OK 那時候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說 我現在講的這個日子 April尾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給了一個補充 那就更加數 是不是 又有多一些日子 給你們去 去出撲了 OK 幾開心 好啦 但是如果你說 我已經有拖拍的 那 又可以怎樣去benefit呢 大哥 不要那麼貪心 有拖拍你還想怎樣 OK 我現在是一個 酸流流的狀態 在說這句 但是說真的 都可以有些東西去benefit 的 你們的性生活 會非常之愉快 在這個April尾的話 OK 那特別呢 就 選擇去一些很artistic 很classy 很高檔 奢侈 高消費的地方 一起去吃一些fine dining 和喝多些酒 這些東西 都會令到你的性生活 更加愉悅 尤其是good for你們去生嬰兒 OK 對了 其實我們 我最近才聽一個人說 什麼東西是 給人生嬰兒最好的催化劑呢 不是吃什麼補品 原來是喝酒 因為喝酒 你就覺得很迷糊 你就不會覺得 你看不到對方的缺點 你就會跟他發生性行為 然後就會有嬰兒了 OK 但是呢 我想說 得風一轉 但是如果 閣下是已經有了的時候 哎呀 麻煩 在April尾的時候 小心為上 除非 我當它 我根本就是雨傘 這個時候生 那它就會 離開沒有看 但是如果這個 不是它 應該離開沒有看的時間 那在April尾 或者是May 西曆五月頭 麻煩留意留意